我們現在叫做以價制量嘛 結果你們現在要把它砍掉 休假日的加班費是沒有降的 我們這個以價制量的基本 那你為什麼一個小時要能夠算四個小時 讓資料不隨便叫勞工出錢的電線喇叭 整個台灣社會的民調這麼低 為什麼要砍掉它 你們不用去排斥這一點啦 台灣社會之所以民調低 是因為你們民進黨政府上台以後 違背了你們既有說要讓勞工 能夠有更多休息 是啊 讓勞工有更好的處境 一日一休就是這樣嘛 你們現在讓休息日本來可以 自含資方的立法 你們要把它給費時 你們讓這個所謂延續排斥 我來講這個新聞 你們休息跟11小時 大概就是8小時 像這段靠樓嗎 你們說這次站在勞工這邊嗎 你很奇怪 我都還沒有講 你就在說直接講 你作為民選的立法委員 你說選民很奇怪